拜登總統啊 最近常常被說 你的認知怎麼了呢 然後甚至還有民主黨的人 覺得說你好像怪怪的 那重點是呢 你真的是還蠻多一些口誤的狀況 最近他接受ABC的採訪說 那個內坦尼亞胡 會聽你的話嗎 結果他說我認為他會聽我的話 因為他原本要打算進攻 俄羅斯入侵拉法 然後就說你怎麼會是 以色列去入侵俄羅斯呢 可能又講錯話了 那再看到下一張 我想問一下 那個將軍怎麼看 因為呢 美國常常想要在中國大陸周邊圍起來 什麼在菲律賓設中島 但是呢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也可以來製造一個古巴危機 尤其俄羅斯是玩真的 現在看到王毅外長 跟古巴外長有會晤啦 然後談到說 美國不可以對 古巴是無理的封鎖 然後古巴把它列入 知恐的國家名單 然後他當然也說要加強 跟中國戰略合作 來推進全球南方的議程 還有呢 古巴這件事情 這個牌啊 俄羅斯玩的可厲害了 俄羅斯呢核動力潛艇 好有總共四個軍艦 下週要停靠他的首都哈瓦那 然後哎呀不會攜帶核武器 但是呢 光是核潛艇來到這個地方 就不得了了 對因為 曾經在19611961 有古巴危機 諸魯灣事件 這個很清楚 然後那他對古巴如果就部署一些戰略性的武器 美國在這方面是比較感冒的 因為就在家裡的後院 那美國的話 因為北邊是加拿大 南邊是墨西哥 因為長久的話 跟加拿大處的是 是滿 非常好啊 對但是問題對墨西哥 曾經有美墨戰爭 對啦 有美墨戰爭 那現在的話 因為墨西哥他自己在發展他的工業 而且墨西哥毒品氾濫 那這樣的話 他自己自顧就不暇了 是 那最重要是古巴 古巴 那長年以來的話在 對就在美國的後院 而且是跟美國 在政治立場上只有保持一點的距離 是美國常常對他對著幹 封鎖人家 對然後那個 最重要的如果是俄羅斯 跟古巴這一方面 在軍事上有合作 是 那美國在這方面是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 因為就是在 因為就是隔了一個 加拿大別海灣 嗯 因為它是個環形的 但是隔了加拿別海灣 就面對的就是美國的 佛羅里達州 嗯 這很清楚 那加拿完美國在這方面 我相信他會關注 就是俄羅斯跟古巴 這方面 戰略合作 還戰術合作的 這個層級 跟他的規模 還有進駐的兵力是多少 還是幫古巴訓練 因為古巴畢竟是10萬平方公里 他是個農業國家 嗯 那他這樣的話看 俄羅斯在這一方面 對他的軍事化 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對 那我想待會再問一下張將軍 俄羅斯的核潛艇是誰 世界一流的 然後呢我們都知道俄羅斯呢 其實在打這個地緣政治牌的時候 比較敢出手 中國大陸比較是經貿的上 給給予幫助嘛 譬如說對北朝鮮 或者是古巴 比較是經貿上 因為要幫助人民能夠發展起來 但是俄羅斯不一樣啊 俄羅斯它是一個 非常敢出手的國家 你看 把核 武器 帶到了古巴 我相信中國大陸可能還不會做到這樣子 但是呢你看 俄羅斯馬上就把核動力潛艇呢 開到了哈瓦那這個地方 沒有帶核武器 但是光這個意涵就太重要了 然後美國官員也特別提到說 俄羅斯計畫要派呢 這個戰艦 來訪問了 古巴 委內瑞拉 並在加勒比海地區軍演 天啊 這三個地方聽起來都在美國的後院 這代表就在我美國周遭呢 你要來給我什麼中島等等的威者我 我也是有牌的 光是古巴委內瑞拉 靠你可進的咧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也說 你啊 給我在歐洲亞太 不太過部署中島的話 我們也會核威者這個領域 要採取措施 更別說俄羅斯的安全會副主席 梅德韋傑夫說 俄羅斯 我們可以向任何美國敵人提供武器 就像美國對烏克蘭一樣 這個是我們講堆疊這方面的 敵意 敵意是這個樣 然後因為 這個美國跟俄羅斯都在加碼 最重要的源起是2012 2022年的 這個2月24號的 俄烏戰爭爆發 然後美國一直支持烏克蘭 還有一個就是對俄羅斯經濟制裁 凍結他在海外的資產 以及俄羅斯的外衛層底 是這個樣子 這兩指就結下是這樣 那現在俄羅斯在軍事上是比較強 俄羅斯的經濟是比較弱 但是經濟比較弱 那現在兩個 他可能跟中國大陸兩個講好 你負責出軍事 我負責用經濟跟美國 因為中國大陸一直在拋售美債 是很清楚 而且中國大陸一直對美國是貿易粗糙 那貿易粗糙的話狀況之下 他有 有美元然後在市場上 有這方面的底氣 然後美國對他又做一些 我們知道就是小院高牆 他這個提高 有壁壘壁壁 就是我們講到關稅 就關稅壁壁 關稅壁壁其實不是從拜登開始 從上一任的 川普就開始貿易壁壁 但是現在川普 這個年底很有可能 11月5號會變天 我認為不能完全排除 因為川普的話目前搖擺州 七個搖擺州裡面 有一個是在民主黨 民主黨我們知道就是拜登 那有六個是偏向於川普 那這樣的話川普的迎面 目前來看 當然還會有變數 因為還五個月嘛 這變數還蠻大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國際的軍事還有安全 那交給俄羅斯 那經濟 中國大陸來 因為中國大陸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有一帶一路 中國大陸有青磚五個 中國大陸有上合組織 是這樣有相關的這些經濟上面的 這個架構 是 將軍那你怎麼看俄羅斯的核潛艇 跟美國是不是真的可以較量 因為呢尤其在核的這一塊 還有核潛艇這一塊 跟美國呢是不是可以較量 你哪傳統武器 比如說空軍那些也許還不能 能夠威者 但是核武器不一樣 俄羅斯的核武器你怎麼看 然後更別說他的核潛艇你怎麼看 普丁也說呢 當國家領土或主權受到威者的時候 不排除動用核武 並可能向其他國家提供遠程武器 攻擊西方目標 然後也提到不論是誰當選 俄羅斯無所謂 然後呢也提到是說什麼呢 很生氣啊 你們都說什麼 穆斯科可能襲擊北約 他敲桌子 說真的太蠢了 然後還說 這些想法都欺騙西方國家 但是你怎麼看 俄羅斯的潛艇還有俄羅斯的核武力量 我認為這個核武 最好不要打 因為當然不能打 保證相互毀滅 因為他有三個投擇的工具 包含洲際彈道飛彈 或長程彈道飛彈 還有一個核子動力的彈道飛彈潛艦 因為它上面是潛艇 這個潛艇是可以停在北冰洋下面 或者大西洋出沒 也可能出現在太平洋 另外一個戰略轟炸機 三位一體 對 三位一體的 那這樣的話 那俄羅斯在核戰略來看的話 是略勝美國一籌 因為它有三個 第一個數量的優勢 它略多於美國 那這樣數量上優勢的話 那它的投擲的這個單位跟工具 也跟美國這個等量齊觀 那變成它的數量有優勢 6000多個單位 我們要這樣來看 那第二個呢 這個俄羅斯人口1億4千萬 美國的人口3億3千多萬 那美國的話 相對人口比較多 比較稠密 那這樣的話 如果核武攻擊起來的話 那美國的損失 美國的死傷會比較重 我希望不要爆發 第三世界大戰不要爆發 那第三個 美國的國土 900多萬平方公里 俄羅斯的國土 1710萬平方公里 將近美國的兩倍 因為你知道 你要和我 那個俄羅斯地廣人稀 你打吧 反正就是整個西伯利亞 還有它的北冰洋你打吧 問題是它耐打 那美國比較小 就俄羅斯的二分之一 國土二分之一強 人口又密集 美國就不耐打 因為它按照這個 那個我們叫核武 它是摧毀性的 那這樣的話 換句話說 如果真的打起來 等量奇幻狀況是這樣 美國會吃虧 對 美國當然會吃虧 而且美國很多 你去打它重點的城市 華盛頓 紐約 加州這些 比較重點城市的話 人口太密集了 那更別說呢 將軍還少講一點 俄羅斯的高超音速導彈 美國你攬不到 高超音速導彈這一塊 中俄就是世界第一名的 中國大陸應該就是第一名 然後俄羅斯也很強 所以呢 這個變軌 這些什麼東西 你真的攬得到嗎 其實也是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告時等等的 所以呢 核威者這一塊 將軍說了 俄羅斯是戰上風的 所以呢 常規武器可能沒有辦法跟你打 但是中國大陸 還有那俄羅斯 其實都有這個核的能力 那俄羅斯根本不用說 它就是有核的威者 但是美國現在就核來核去 哎呀 還要那比這個 敵意嘛 那美國最近也試射一個 可什麼可攜帶彈頭的洲際飛彈 下次試射會在6號等等 然後呢 再說展現核武力量的一個備戰狀態 然後呢 提供對國家核威者的信念 他說美國的 加州來飛到了這個 馬紹爾群島這邊 他也在展示核力量 對 他從那個范登堡那邊打過來 加州范登堡打到那個 這個太平洋的島嶼上面 那他這是義勇斌3號 義勇斌3號是新型的 而且他地窖是地井 他在地下 他做測試 他可以打全球任何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地球的這個直徑 就是4萬公里 你只要是打到將近這個 我們換句話說 不要到2萬公里 這個地球整個就涵蓋了 你把這個北極跟南極減掉 那你從東打 或從西打 那就可以了 那你走大圓航線是比較近的 換句話說 而且我們知道 所有的核武的國家 全部都在北半球 南極澳大利 澳大利沒有核彈 南非也沒有核彈 那巴西跟阿根廷也沒有核彈 全部都在北半球 那就更好 都集中在那北半球 所以看的話 那就變成 全部都在核武戰略的包弱性之內 那這樣的話 大家就看 大家的精準度還有數量 那目前的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彈 那就是俄羅斯的沙皇 這個沙皇核彈 沙皇核彈的話 5千萬噸 我們這樣丟在那個長崎根關 廣島的只有1萬7千噸 就1萬1千噸 不到2萬噸 它是5千萬 你就知道它多少倍了 那沙皇一打起來的話 可能有時候地球可能都會破裂 因為它5千萬噸的TMT炸下去那還得了 那這樣的話 我看不是一個城市的毀滅 可能周邊的好幾個城市都會所謂毀滅 而且後面的浩劫就是 它的我們叫做輻射層 它的輻射層它會殘餘 那所有的植物 動植物都沒辦法生 要再生的話 可能都要過了幾年 因為它有半衰期 不說一下就散掉了 那所以又有震暴 又有高溫 然後又有核輻射 三大 我認為對所有的生物 不只光是人類 對所有的生物都是個大浩劫 對 所以你要用核微者的話 美國你的核微者比較大 還是俄羅斯核微者比較大呢 俄羅斯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我們都希望這件事情不要發生 但是剛剛將軍說不斷的敵意堆疊 就會很擔心變成夢遊般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就這樣來了 我們很擔心會有這樣的一個 情況發生 好那再看到下一張是說 真的很多小國 你不要硬去戳這些大國 尤其是菲律賓的這一塊 我們現在看到路透社它報導說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呢 什麼指責中國大陸海警船隻啦 阻止飛國在南海呢 撤離一名生病的陸戰隊隊員 哎呦這裝可憐 然後呢宣稱了大陸海警行為 是野蠻啊不人道 大陸外交部有最新說法 我們先來聽聽看 中方在仁愛交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 如果非方向中方提前通報 我們可以允許非方向坐貪軍艦 運送必要的生活物資 以及撤離相關人員 但是非方不得以此為藉口 向坐貪軍艦運送建築材料 圖謀永久侵占仁愛交流 好 江西雲怎麼看 菲律賓啊在那邊鬧鬧鬧啦 然後呢那個中國大陸說 你又沒有跟我們說他受傷等等 然後他需要救援 然後你又不講 那現在又在那邊講這件事情 然後呢另外更別說 其實呢 菲律賓的這個香蕉本來賣到中國大陸還不錯啦 但是今年前四個月的時候 菲律賓向中國大陸出口的香蕉 銳減了三分之一 然後最大進口國變成了越南 對啊 你們關係不好 為什麼要取你香蕉呢 越南也不錯啊 然後呢你之前不是 在仁愛交坐攤的這個 這個軍人啊 用槍指著中國海警啊 之後又說沒有沒有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呢中國大陸其實呢 也攔截了你空頭的相關的物資 那更別說中國大陸亮劍了 鮮冰礁啊 最近菲律賓常在那邊想要做出 坐攤的一個狀態 結果呢071呢 已經到這邊去了 所以將軍怎麼看 對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我認為菲律賓應該也發展經濟 因為現在菲律賓的 他的國民所的每一年每一個人 只有3000多塊美元 他要的是整個的經濟的成長 那他在這個 這個南海地區 有這個四端的話 他整個的經濟的發展都會受挫 對 你看他 外銷中國大陸香蕉 香蕉完畢的還有鳳梨 鳳梨還有芒果 是這樣的 那整個都光受影響 不是光只是香蕉受影響 鳳梨跟芒果還有其他農產品 都會受影響 因為菲律賓的緯度跟越南差不多 他們的農產品是可以替代的 那我的菲律賓替代 我直接找越南就好了 變成這個樣 那菲律賓的 他是外銷市場到哪裡去呢 他賣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都有一個 我們講的市場的有限性 像台灣不會像菲律賓買 因為台灣也產香蕉 台灣也產蠻好吃的拜託 台灣也產鳳梨啊 不可能像菲律賓買的啦 因為好吃好不好 我們如果像菲律賓買這些的話 那台灣的這些東西賣 怎麼吃怎麼消化 我們都吃不完自己生產的了 所以菲律賓它的 市場地帶是有問題的 東南亞國家也不會像菲律賓買 因為他們也是產這些 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讓菲律賓它的戰略有點錯誤 我認為它應該先發展經濟 那發展經濟要先發展農業 要這樣發展輕工業 再發展其他的晶片 或者是我們講的半種工業 那種工業是大型的 那個以市場已經滿了 都被日本所壟斷了 那另外我們看到這個仁愛礁 跟這個鮮兵礁 仁愛礁這個狀況 他要去空投 然後被中共也撈了一包上來 那我認為很多事情 就剛才主持人所提的 是不是先打個照片 因為曾經有通過電話 打成共識 提前兩天48小時做通告 就可以沒有問題 但現在他否認 他說這個層級的話 應該總統來P 那前前的這種協調就不算數了 會變成這個狀況 那你就不算數的話 那是不是有令 我認為不算數 如果不算數 他們是不是來可以坐下來談協調 那將來怎麼去辦 畢竟有七個海軍亂隊 在那個馬德雷山 因為已經1999年5月嘛 現在已經2024年6月了嘛 已經超過25年了 是這個樣子 那大家來談 問題不能選在那邊 你選在那邊 大家彼此消耗 對菲律賓的農業也好 或者他的國家的發展 或者他經濟的發展 都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看到仙兵礁 仙兵礁 仙兵礁又在仁愛礁的東側 距離巴拉望島更近 因為仙兵礁它夠大 它整個環形 它的外形整個環礁像一個菜刀 一個把柄像一個菜刀一樣 那仙兵礁最主要的 它的環礁面積大 那現在的話 那個中共的這個07 這個床屋登陸艦 床屋登陸艦很大的 它兩萬三千公頓的 是大巨型的 對 已經在附近做展示 那這樣的話 我認為這樣子的話 不光是仙兵礁 也包括了仁愛礁 也包括了黃年島 這幾個島陸陸續續都會出現 我想他們這邊也會造成 這個惡意的堆疊 這樣的話 盆水柱 這樣會不會有一些 你看看他那個 在那個馬德雷3號的 他那個陸戰隊的隊員 還帶著穿了一些 還拿著這些這些槍在那邊 瞄準了中共的海警船 很簡單是執法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而造成 對歷史 或者是有擦槍走火的可能 我認為都不要去完全排除 對啊 所以那要很謹慎 當然要很謹慎 尤其菲律賓什麼量級了 中國大陸造艦能力 比美國還要來得強 像是來看到 第14艘的動物 已經接近完成了 即將要下水了 估計明年第二批次的動物 也會全部服役 然後呢 其實不只是如此 其實隨著動物的持續增加 美國什麼三島鏈 通通都會被 中國大陸化掉化掉化掉 那更別說 最新的照片顯示呢 大連造船廠 已經讓第10艘的新型動物 已經下水了 還要更新批次的052D 052D一定要特別提到一下 052D呢 現在大連出現了一個船物啊 來看到就造了 5艘052D的驅逐艦進行西裝 明年就要交付了 那這比美國交付太快了 每年美國才能說要交付 兩艘的阿利伯克3的驅逐艦 但現在只能交一年是1.5艘 中國大陸光是這個大連就5艘了 那052D 就是052D的更厲害版本 它有幾個不一樣 第一個裝的是X波段雷達 將軍是什麼意思 另外呢 是他也把動物的黑科技裝上去了 意思就是你今晚學發64個 跟之前另外2D差不多 但是動物可以放的這個導彈 它也放得上去 就是放得了英級21 英級21就是乘波體的這些導彈 又攬不到 對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動物它是大型的 不叫萬噸大驅 它最大的 我們一般講 它都1萬噸到1萬1千噸 但是它最大的 滿載最大的排水量 是可以到達1萬3千公噸 那已經1萬公噸以上就是巡洋艦 那它還掉萬噸大驅 那它現在已經10艘了 然後其他還有陸續的4艘 還在陸陸續續的 我們叫做這個西裝或宜裝 這樣子陸陸續續在下水 換句話說 已經慢慢變成區域的大洋海軍 那大洋海軍 他就剛才主持人提到了 他不可能在他的東海 或者南海 或者是黃海這邊做演練 他要出第一島鏈 因為這個大驅 它的活動空間是很大的 他一定要出第一島鏈 搭配這些動物量 動物量A動物量B動物量C跟D 出去 然後空軍也要出去 海航也要出去 海航也出去 是這個樣 那就要變成出第一島鏈 那它的整個活動範圍變廣了 那這樣會 將來慢慢就會在 第一島鏈的海空的掌控權 就會在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有 第一個它有量的優勢 第二個它值得提升 因為動物我們知道它垂發 前面64個垂發 後面48個垂發 3公尺 你要知道 它這個深度的話就6公尺 因為它垂發 它裡面要有些空間 你把這個平的 它一打開就上去了 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可以看出來 連052D都會放 陰幾二十 這什麼意義 因為陰幾二十它也是垂發 64 那它分兩邊就64 因為我們知道它一組 8 8 864 因為它這樣 8 8 好 那後面也是這個樣 OK 那就變成64 它只是比較小一點 這是我們講的 那這是052D 因為垂發有一個特色 就是接站速度快 接站時間短 反應時間快 是這個樣子 另外你剛才主持人講的 X-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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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8000兆核 它是強波 8000兆核到1萬2千兆核 這個就是X-band 它的一個band 它有一個平寬 8000兆核以上到1萬2千兆核 我們講的兆核 不是百萬核 是兆核就知道 它是非常 那這個強波就打得遠 很遠方的目標就看到了 因為我們知道對空搜索 因為飛機飛得高 它是對空 X-band一直對它打得遠 就探測探得遠 那個最遠的話可以將近到 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太空的目標都抓得到 是 因為你太強波了 所以我說X-band出來的時候 人要小心一點 因為好像照X-光一樣 你不知道它前面 結果你沒有感覺到 回去的時候感覺到 怎麼身體 怪怪的 怎麼身體怪怪熱熱的 你被照 我們講到了 就好像 輻射是不是 對就是類似電磁輻射 電磁輻射我們叫做 你看到我們在微波爐的時候 什麼火都沒有生 熟了 還冒煙 這就是電磁輻射 那只是說它是集中 你是開放 但是開放的時候 你在那邊站兩個小時 也是危險 就是危險就是這樣子 然後回去的時候 你知道 只覺得身體怪怪的 晚上睡覺的時候 對太太也沒有興趣 因為你照X-band 我講X-band不能亂走 你其他的 S或L-band 或K-band 它還沒有那麼強 S-band是目前最強的 強迫 所以它呢 去看遠的距離 是很OK的 代表說 我換了這個 S-band S波段雷達的話 我052D看得遠 那更別說 武器呢 殺技是英級21 這跟動物一樣 撐波體 然後呢 你也攬不到 末端 這些會變軌 等等你都攬不到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控 請到消防 請到消防 選擇 登 showing 更活動 成功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